悟空与洛雅他们相比谁强谁弱 一边是斗战神佛孙悟空 一边是传说中的光照他们洛雅 这两位发生一些比较 谁能杠上一场 凡几天的专业来自于小伙伴银永灵 几天前他的点赞就已经到400个了 如果再不安排就真的过分了 抄问父亲请罪请小伙伴们原谅 说到几天大书孙悟空普通的小角色 听到名字就吓尿了 更别提与悟空过过招了 没有龙击怪兽以上的实力 千万不要招惹悟空 因为悟空的万妖形态 在怪兽圈子里至少都是 SS神级Pro的存在 普通怪兽真的就是一脚踢死一只 来多少灭多少 那么神秘少中的洛雅他们 能不能打败万妖形态下的悟空呢 一个是我专门打怪兽的我 一个是欢迎弟弟来捶我 一指之矛 限指之盾 何如 老实说万妖形态下的悟空 还真干不过洛雅 因为洛雅的必杀戒 洛雅最终 以全身的力量作为交换 可将万妖悟空封印到一指缘缝系里 虽然不能把万妖悟空打死 但是也能将万妖悟空永久的封印 类似于如来佛祖 用法力封印悟空一毛一样 有节奏的小本就要说了 臭文啊 小了 格局小了 明明有更强的状态 为什么要用万妖形态对战呢 有道理 如果悟空用斗战圣佛形态 那个不是分分钟就能翻盘吗 斗战圣佛形态下的悟空 其本上不死不灭 战斗力更是突破了经济 怎么的也得是个生机般的存在吧 血量999999 赖地999999 战斗力9999 各项指标通通 max就完事儿了 另外再加上量子之躯 诺亚最终根本无法将其封印的说 诺亚的前军是变成实相 悟空却成为了斗战圣佛 这就是最本质的产品 所以斗战圣佛 孙悟空完胜 感谢小伯姐能够做 超过这点 下期一个